裡面有何東西 有沒有刀 槍 警方破門將這兩名看守肉票 小弟尚靠 壓制在地 怕駁火 搜索這紙行李箱 放在哪裡 拿出來 自己拿出來 死不承認自己有待武器 但其實警方在救出肉票同時 早就逮到其他同伙 分別在台北 桃園 雲林 共15名嫌犯 通通帶回北上偵訊 法院裁定 蔡茂點 蔡文立 裁網中 吳京旺 四人收押 西尾村連四任村長蔡茂點 不配合調查偵訊 但捷警認為他就是整起棒票案的主謀 連書上開心和車子合照 時間正好在魯人後的兩天 家中開姜母鴨店 打卡吃飯喝酒 看起來帶人和善村長 其實根本就是心狠手辣的策劃者 網絡主要四名嫌犯 蔡文立收集土地仲介 負責藏匿地點 松聯邦的採訪中常往返港台 成為傳話筒 也是他找兩輛變造車輛躲避 進方追起 吳京旺則是負責買飯 報紙和拍攝恐嚇影片 細緻分工 村長設案 辦公室鐵門拉下 兒子幫忙喊冤 鄰居不可置信 其實一開始傳出魯案 家屬沒收到贖金 還以為是自導自演 原來他們用科技犯案辦新的email帳號 寄了13封信 以手機翻牆寄信到黃昏的香港公司 直到11號肉票拿著報紙錄影片 才知道待機打掉了 23號再次寄信 要求2.19億台幣換成比特幣贖金 只是這些人明明都沒有科技背景 卻用科技犯案懷疑有幕後藏禁人 附上黃昏捐入洗錢和詐欺官司 剛錄藏禁人怕黃昏會要出背後利益 或者為了脫身轉為污點證人 乾脆在上個月23號香港開庭前 20號將他擄走 這起綁架案牽扯出龐大的犯罪集團 一連串的計畫不斷干擾辦案方向 以為能躲過追查 警方突發煉綱 步步比對突破關鍵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 黃昏是在去年12月來到台灣 就一直住在新北市新店他妻子的娘家 每天的行程作息都很固定 除了到醫院之外 就頂多到住家附近的超商買咖啡 看了報紙 所以不只是早就被周刊給跟拍 其實歹徒在半年前 就常常會出入到他社區附近去跟蹤他 那麼作息很固定的狀況之下 也沒有請保鏢 就這麼每天的趴趴走 也讓警方一度懷疑 這沒有可能是一個計畫好的一場戲 被成功救出的香港富商黃昏 只穿著襯衫和內褲 滿臉驚恐 走進醫院接受檢查 本來來到醫院 為了治療腰傷 住進太太位在新店的娘家 家中有岳父岳母 太太之外 還有一名年輕男子同住 以為可以遠離在香港的官司 太太也能回歸一般的家庭主婦 過著悠閒生活 踏出家門來到超商 隨手買份報紙咖啡 一坐好幾個小時 再慢慢墮步回家 完全融入台灣生活 低調到連鄰居都誤以為 黃昏是退休的公務人員 街頭巷尾對他的生活作息印象深刻 歹徒也觀察到了 挑在9月20號這一天 準備好 等他走出超商 直接駕上黑色休旅車 爐走人 黃昏每天就是在太太娘家 這個社區出沒 一份報紙一杯咖啡 成了他每天的固定行程 但明明是香港富商 卻沒有任何的保鏢保護 因此早就遭到歹徒盯上 沒有在香港時的保鏢大陣仗 來到台灣後 總是一個人行動 黃昏以為在台灣沒人認識 但消息走就走漏 不僅曾有週刊跟拍他 其中一名38天來負責 看管人職的丁信綁匪 更早在6個月前 就進行跟蹤計畫 黃昏和歹徒作息看似平常 但其中卻是疑點重重 明明在香港涉及了詐欺洗錢案 卻能以致了腰傷的藉口 倉駐台灣還四處趴趴躁 躲藏在新店 卻因為每日行程太固定 反而被綁架 也讓警方一度懷疑 這起案件是他策劃 自導自演的一場戲 TVB的新聞 事實演員蔣穆宇修倫新北市採訪報導